哎呦 让我看看 别别别 好好 妹妹好 妹妹 你放心吧 哥没事 别看了别看了 哥 那你跟我说说 你到底是犯什么错了 为什么会挨板子啊 爹和爷爷在衙麦里当差这么些年 可从来都埋过板子呢 你得是犯了多大的错 才气得郑县令 会打你板子啊 怪不得不敢回家 不是郑县令 那 是王爷罚你的 也 也不是 我自己办了混账事 我 觉得是天大的错事 就去牙医那儿领那顿板子 想要心里好过一点 也给自己产了记性 哥跟你说啊 以后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给哥说 别一个人憋在心里 看你小的时候有什么事 那不都告诉我们吗 可是你打长安回来之后 看这藏了一肚子的事 也不给哥说 只给那个什么王爷说 哥 我知道 我不如人家那王爷 人家长相好 品行也好 看着什么都懂 看着什么事 他都能办得到 是个有权的大官 是个女孩 我要是个女孩 可能我也会喜欢她 可是楚楚 哥跟你说 哥能帮上你的 哥一定会去帮你 如果以后他要是欺负你了 哥就是活上性命 活了命 也要替你教训他 哥 哥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哥哥 哥永远都是你的哥 放心吧 大哥当时听见楚河说 他想去楚楚 这种话我能瞎说吗 他起码知道 应该如何对他好 什么 没什么 怎么了 我又不舒服了 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我就说你老这样不行 小